好那现在能看到的 其实不止这些奥运的选手啊 有一些些人被国台办 就用大拉拉的直接登出来了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大家还记得其实之前呢 国台办就有公布了一些 所谓的顽固台股的名单 不过现在呢 他们是直接在网页上秀出来了 有哪些人上榜啊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一次呢国台办增设 这个台独的顽固分子的专栏 可以看到这边写到 依法承治台独的顽固分子呢 有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 苏贞昌 游锡坤 吴钊献 肖美琴 孤立雄 蔡奇昌 柯建民 林非凡 陈嘉华跟王定宇 这十个人呢 目前是被列在这个国台办的首页上啊 不过其实这个名单呢 在之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先公布出来 所以这一次大张其苦的 直接放在这个网页上 大家在想说 是不是大陆方面对台湾的 这些顽固分子的台独分子呢 是不是有下一步的规划 不过又有人发现呢 上一次其实还有公布一些人 怎么没有在这个名单上 还有哪些人呢 就有网友发现啊 五月公布的这个制裁的五位名嘴 可以看到包括这个 于北辰 王毅川 李正浩 刘宝杰 黄世聪 怎么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呢 跟有人直接点出 现任总统赖清德 跟前任的总统蔡英文 这两个人竟然也没有在上面呢 前立委蔡政员就说了 赖清德跟蔡英文会比苏贞昌还不台独吗 为什么会没有列上去呢 大概是要留一个弹性的空间 那现在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大家就在想说 大陆接下来到底是不是会有 对台湾进一步更紧缩的一些措施 现在呢 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院的教授 唐永宏他有提到 相比过去要更多的是在这个态度宣示 单纯的这个态度 反对台独 现在大陆方面已经将诚挚台独 提上意识的这个行程 所谓打击清卒台独的行动 就会越来越具体 政策也会越来越完善 以及更有效的来反独促统 他还说到了 相近随着行动的推进 被列为清单的台独顽固分子 将会陆续的被量刑定罪 接下来这个名单可能就会越来越长 那面对大陆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台湾这边呢 当然要有反应嘛 所以不管是官方或者是蓝绿白 各党其实都有做出一些回应 他们怎么说呢 像是直接的对口路也会啦 他说其实这个啊 对促进两岸 良性交流是没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这个大陆的态度 实在太强硬了啦 民进党就说啦 中共无权力来惩治这个台湾的人民 另外国民党也讲说 互贴标签啊 其实不利沟通 也不利这个区域的和平 民众党则是表示啊 打压恫吓台湾 会将这个台湾的民心 跟两岸人民之间啊 这个心推得更远了 那现在呢 大家就想说 国台办除了这个大陆方面的官方啊 做出这样的行为之外 除了他们自己去认定的公布 他们还在网站上发现了一个 既然可以来这个 直接实名的举报 或者是匿名的举报 可以看到这个啊 我们先看到这个港媒大公文 他有讲到 这个汇报就说了 大陆的政府网站上面的上述的新变化 表示大陆方面在对这个 依法惩治台独 顽固分子的高度的重视 再次向台独顽固分子 敲响警钟 那我们有提到这边嘛 刚看到说 他将有留下一个 线索举报的信箱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呢 很多人 不管是你是谁 你都有机会用这个方式去检举你认为的台独顽固分子 所以未来他们就想说这个名单可能会越来越长 那名嘴黄明就讲到了 这样的台独封审榜的做法 绿人士可是求之不得 他们其实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对这十个人来讲根本不痛不痒 甚至有很多绿营的人士可能会争相自己投稿报名 希望能够榜上有名 绿营超爱这种台独的顽固分子的这个称号 国台办如果这个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之友 也就是说跟他们是站在一起了 并把这些绿营人士灭在其中的话 这些被点名的人可能才会一直跳脚 鬼吼鬼叫 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讲说了 其实对绿营的人士来讲 列在榜单上面反而是一点骄傲 因为这样子支持台派 或者是支持台独的人 所以更看认同他们 更看他们站在一起 那网友怎么说呢 网友讲到说 尤其真的该派的是这些风险榜的绿营人士 要在中国往来经商的亲朋好友 因为有些人呢 其实不是自己自己的问题 可能他的亲朋好友在那边当商人 做生意 所以不知道何时 可能会被清理开刀 所以有人讲了 就是嘛 应该列红绿共一家亲的名单 这样子呢 这些人可能才会跳脚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现在这个国台办政策 这个依法诚治台独的 这个顽固分子的专栏 刚刚我们提到了 这个前立委猜知人就解读了 所谓的依法诚治 其实就是依法公布 实际的来诚治 现在走到了依法公告的阶段 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赶快来听听他的分析 苏贞昌是因为担任过行政院长 所以有一些台独的言行 被列为这个台独顽固分子 可是还有一个行政院长 叫赖清德 为什么没列上去 那如果赖清德列上去的话 还有一个总统叫蔡英文 为什么也没列上去 他们两个会比苏贞昌更不台独吗 当然有些这样的讨论 不过这个是大陆在表示一种态度 这四个人 那行为是什么 未来可能会写 我们认定他是台独分子 不止台独分子 还顽固台独分子 所以在台独分子上面 等级挺高的 台独分子中的最高级 对 我不敢讲最高级 因为蔡英文赖清德 还没列上去是谁 他们这还不算最高级 但是已经高等级了 这个台独分子 那前面加两个字叫依法惩治 什么叫依法惩治 叫依法公告实际惩治 现在只到了依法公告的阶段 还没到实际惩治的阶段 实际惩治就要 他就要讲说他要怎么惩治 你不能光公告不惩治 或者依法惩治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惩治的方法 要惩治就要有罪行 当然有罪行要有方法 那个罪行那边还是空白的 对对 现在应该还在座位当中 这因为网站有说你知道吗 我们经常看到网站说 哎呀好东西大拍卖 觉得你叫什么没了 隔两天出来了 庆祝八八节 会有这种 南美会有的时间落差 那国台办这个很明显 是有时间的落差 他这版面还没有完整 还没有完整的时候 我不晓得会不会 哪个第二等级的 哎半顽固台独分子 然后把五个名嘴累进去 半顽固 我们不是习惯讲说 第一代战机吧 第二代战机 用这种排行榜的方式 台独分子要有等级之分 我们不可否认的嘛 像我印象中 以前有一个姓反的 反麗花的反的 一个在学生时代 是蛮主张台独的 参加很多台独运动了 现在变成成功台商 在大陆杭州 还买了很大的房子 有一次路过人家 想说那是某某人 要不要喝个茶 我说我不介意啊 请我喝个茶 我嘲笑他 来我敬这个改邪归正的台独分子 不笑 所以大陆在这方面 对于情节比较轻微的 通常会比较有弹性 反正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浪子回头嘛 金不换 对因为这几个是不可能回头了 这十个名单 其实在二零二一到二零二二之间 陆续公布 所以到此刻为止 并没有新增加 一个都没有 那点名的五个名嘴呢 也完全没有在上面 任何一个板块当中都没有 所以就说这个委员讲没有错 从严处理 那赖清德还有蔡英文 没有被列入被认为是某种善意吗 或是说期待悔改 悔改吗 陆续不喜欢听的用词 我没有办法去揣测 大陆上面的想法 大概是留一个弹性空间 大概是我想多多少少会有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顽固台独手脑 已经不是分子 分子是跟班的嘛 手脑是带头的嘛 所以难免难免有时候就是 会有这种弹性的处理方式 但是我是觉得 那五个名嘴没有泪上去 他们可能会蛮失望的 会不会觉得 陈兵法不够分量 光他讲不算数 要宋涛出来讲才算数 那时候大家不是 这个五个名嘴都纷纷自嗨吗 觉得就是身上的一面奖牌 到此刻一公布 应该有点失落感 竟然没有 没奖牌啦 讲白贝收回去了吗 档次还不够 不过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公布那一天 我是有上友台去 我看到他们 我看脸色不太好 是吗 是啊 上了节目也讲得很天花乱坠 可是在私底下 我看得蛮落寞的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